人民日报推荐 2022年最新父母归12条 建议收藏 新 一从今天开始 我绝对不会因为贪图轻松 省事 就把孩子交给祖父母 或者他人去抚养 自己撒手不管 做甩手掌柜 无论今后在哪里谋生 无论日子多苦多累 我都要尽可能把孩子带在身边 用尽全力给予他足够的爱与关怀 二从今天开始 我要无条件信任我的孩子 不管他发生什么事 经历了怎样的质疑 做了怎样的选择 我都要坚定地和孩子站在一起 因为我的孩子 就是上天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我要成为孩子生命中最亲密的朋友 最可靠的伙伴 陪伴他一起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 高山与低谷 三从今天开始 我要花更多的时间 和我的孩子在一起 因为陪伴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 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硬 温暖 照亮他的整个童年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我不想因为我的疏忽 让他的人生留下任何遗憾 四从今天开始 我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随意冲孩子发脾气 如果说孩子是一粒种子 那么家庭就是土壤 家庭氛围便是空气和水 我要努力为孩子打造一个轻松的 和谐的家庭氛围 我相信 这是孩子成长的乐土 也是孩子一切美好的源泉 五从今天起 我要全身心接纳孩子 理解孩子身上的缺点和不足 因为这个世界 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脉络 每一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接受孩子的不完美 用耐心和尊重浇灌 他一点点长大 才是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 六从今天开始 如果我的孩子拖拉磨蹭 我绝不会再大声地指责 催促 一遍遍地在他们身后挥舞鞭子 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规律 一味催促 可能会破坏孩子的节奏 越催 孩子的问题越严重 七从今天开始 我要减少对孩子的说教 批评 不再用父母的权威压制孩子 而是和孩子平等沟通 教育不是一味地灌输 说教 而是润物无声地渗透 是心与心地交流 情与情地碰撞 我要送给孩子三样礼物 温柔的嘴 和气的心 尊重的爱 八从今天开始 我要多多鼓励我的孩子 而不是动不动讽刺他 打击他 哪怕只是小小的成就和进步 我都要给予我的孩子赞美和肯定 相信我发自内心的鼓励 一定可以化为孩子蜕变的底气和力量 九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会当众责骂 惩罚我的孩子 如果孩子犯了错 我会把孩子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 等他的情绪缓和下来后 再态度温和 有理有据地指出他的错误 十从今天开始 我要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给孩子形成良好的表率 我要放下电脑和手机 不在家里打游戏 刷剧 营造一个安静 良好的氛围 我要多读书 多运动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我要对待家人有分寸 懂礼貌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情 十一 从今天开始 如果我在教育问题上 和另一半出现分歧 我一定不会当着孩子的面 指责对方 作为父母 我们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 互相理解 共同合作 只有父母相处融洽 彼此尊重 我们的孩子才会健康 快乐地成长 十二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想着怎么改变孩子 我要学会蹲下来 站在孩子的立场思考问题 理解孩子 并帮助孩子克服困难 这十二条父母规 看似简单 却涵盖到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 每一条都能做到的父母 少之又少 这一条都能做到的父母 这一条都能做到的父母